再來的話 其實喔 底下還有更精簡 所以你用那個TRAWGPT 請他幫你寫一個就是碼表的話 他有可能會用這樣的敘述方法 我們用formate對不對 那其實喔 底下這種寫法更精簡 哇 你說老師 這裡面怎麼沒有formate呢 其實他有formate 只是他把它縮寫 寫在前面了 欸 那你說這個精簡的寫法 可能真的變比較短 你有沒有 突然formate的這一串不見了 他其實沒有不見啦 他只是說把這個I 放在大瓜糊裡面了 J 放在這個大瓜糊 I 成J 直接放 那他把formate 直接變成小寫放前面 欸 這樣的寫法好像更精簡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看到 這樣的寫法其實你不要覺得很驚訝 因為這是formate 那我改一下給各位看 如果你要更精簡的寫法 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直接把這個I 直接就丟到第一個大瓜糊裡面 再把J 丟到第二個大瓜糊裡面 I 成J 就丟到第三個大瓜糊裡面 然後點formate這一串有沒有 就可以把它delete掉了 但是delete掉呢 你可能要記得 請你在這個字串的前面 加一個小F 意思就是說 有點像縮寫啦 然後呢 那個小的F就是formate的 function 的剪寫 OK 欸 這樣感覺好像更精簡 只是說啦 你們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有時候滿常會見到 有這樣的寫法 OK 那執行結果也不一樣 看一下 執行結果也一模一樣 沒有問題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這一題 J 就完成了 不過啦 今天的話 又要再向前推進 最後就有同學會說 是那個現在我看到的結果 通通都在排上的 這個控制台裡面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幫我 可不可以有一個方法 直接幫我把J 丟成一個檔案 有沒有 存成一個 類似像一個文字檔也好 或者存成一個CSV檔也好 好 那這樣怎麼辦呢 OK 那當然這個後面我們會講 其實在PiSign裡面 你要做那個檔案的存取 這件事情其實相對的 我覺得比起以前的程式 還要簡單很多 但是啦 也不是說完全都 就是不需要做什麼 那底下的話 其實就是做一個什麼 就是把所有的 就是什麼 串接成一串文字之後 再把它寫到一個檔案裡面去 也就是說這個程式 你如果要改的話 要需要改 要再增加四行程式 那因為我們這個開檔跟存檔 暫時還沒講到 所以後面呢 我們講到的時候呢 我們再回頭來看 也就是說 怎麼樣可以 把那個J 丟成表的結果 直接把它存檔起來 那就以後可以把它 直接打開就好了 這樣就方便了 甚至可以把它存成什麼 CSV CSV 直接對應的話 可以跟Excel對應 因為Excel 如果你存CSV的話 它預測就是 直接用Excel 幫你把它打開 OK 那這要怎麼做啦 這待會我們就會 看得到了 那其他的話呢 請各位 其實AI的部分 我想請各位有時間在練習 類似啦 底下其實你也可以 請幫我呢 用專頁寫一個 Python程式 然後內容為呢 用Fore迴圈 跟他講一下 用Fore迴圈 因為有時候 你如果跟他講 用Fore迴圈的話 他有可能 會用Fore迴圈幫你寫 有可能 然後呢 撰寫出一個輸出 九手塵巴表 其實 這樣就OK啦 其實後面其實 你不用寫太多 有時候好像寫太多 我覺得好像多餘耶 不過他發現 其實TB還蠻能夠理解 尤其是一般很常見的 一些專有名詞 你不用特別來解釋 什麼叫九手塵巴表 因為他沒那麼笨 他其實有被訓練過 所以什麼叫九手塵巴表 你不需要特別贅述 就像上個禮拜那個BMI有沒有 我本來想說BMI 我要解釋一下 後來我沒有 我完全沒解釋 請幫我用Python 寫一個BMI的一個判斷程式 你不用特別解釋BMI什麼 因為他被訓練過 所以BMI是什麼 他已經都知道了 所以你不需要特別解釋 除非說那個東西 不是一般常態 大家都知道的常識 OK 他也查不到的話 那你就要解釋一下 OK 這個我想請各位 也許可以試試看 其他的話 再來就是底下 當然其他你們可以順便聊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 也有提到有關於Sale 那Sale的部分 當然主要我們是從Python 轉到那個Sale 那如果Sale 假設要做一個90碼表的話 幾個欄 你們順便也了解一下 像其實什麼 用Colon跟Raw函數 其實也可以有沒有 像這個公式 如果有信息同學可以試一下 不用寫程式的話 那如果你要寫個VBA程式的話 有沒有 這個地方 用VBA輸出就是這一段 那你會發現 其實跟Python 好像有一點異曲同工之妙 有沒有 只是說呢 它的寫的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段程式 假設你要Run的話 你也可以Ctrl C 這個好像之前 我跟各位講過 然後你可以開Excel 假設你的Excel本身 已經有開發人員的話 如果沒有 我跟各位講過 2007的話是在其他命令裡面 這邊 2007好像是常用 常用這邊要打勾 第三個這個要打勾 但如果你是其他版本 可能不是在常用 是在中間這邊 好像什麼 制定功能區 然後那個開發人員打勾 那你就有一個開發人員了 那在Excel裡面寫VBA好處 就是說 你直接開開發人員 如果你假設開發人員 是已經打開的狀態 你直接開VioBased就可以了 那有點像是 在Python裡面是開 Spider 這邊點下去 如果你要寫 程式怎麼寫 記得喔 在那個Spider裡面是 開一個新模組 對不對 那在VBA比較麻煩一點 它是按右鍵 這邊有個插入什麼 插入模組 這個動作的話 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記一下 然後呢 再把程式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 像我這一段程式 或者你可以 在那個Charge PD裡面 請你幫我寫個VBA程式 是寫什麼 九十八表的 OK 然後它就幫你寫完了 大體上應該長這樣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寫完之後 執行怎麼執行 上面有一個那個Play有沒有 有一個執行有沒有 你就有必要放在Sub 跟那些Sub中間 按個執行 有沒有 這邊就輸出了 它就會按照 你指定的儲存格位置有沒有 有沒有 1 很像是1到9嘛 有沒有 那縱向的話 這邊也是1到9 OK 結果是一樣的 那其實啦 你看一下那個結構 應該也可以理解吧 我看一下 這邊也第一個 For i的話 實際上就是指的 就前面這個數字 然後For j的話 也一樣是後面這個數字 一樣是1到9 不過呢 在那個VBA裡面 它不是用Range 它是用什麼哪一個到哪一個 所以中間有個True啦 這個可能是它不一樣的地方 那底下這個輸出的部分 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說前面會多一個叫什麼 Sales 這個Sales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哪個儲存格 那儲存格有沒有 Sales它瓜乎裡面有兩個參數 前面這個參數是哪一列 這個是哪一欄的意思 所以它輸出應該是先輸出什麼 當I等於1的時候 所以指的是第一列 指的是這一列 那後面的話 是指的是第幾欄的意思 所以它會先輸出第一欄 再輸出第二欄 再輸出第三欄 那分別把這些資料給輸出 然後底下好像還有個清除 所以你可以Enter之後 底下這邊還有個清除 所以你也可以把這一段清除 Ctrl C 有沒有 Sub高 End Sub 直接把它貼到這個地方 貼上 OK 然後把它清掉一下 直接清除 OK 所以兩段 當然加這個地方的話 直接可以把它輸出 這個額外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假設你要順便把 這個 Excel裡面的VBA熟悉的話 順便可以把這個程式稍微Run一下 好 好 那這個是延伸九者春發表 到那個VBA的部分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取其他的範例 來了解有關那個貨回圈的輸出 包括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幫我輸出 這個一個 有點像一個三角形 然後這個信號的話 就是指的 就是我們那個鍵盤的一個STAR 那這個STAR的話 我希望幫我第一次輸出一顆心 第二次輸出兩顆心 一直類推 最下面是13顆心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可以寫出 像這樣的程式 這個第一個 待會我們來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信號顛倒 13到1 那怎麼做 然後再來的話呢 比較複雜就是說 前面可能會加空白 有點像本來是靠左對齊 下一邊靠右對齊 那這個關係的話呢 實際上跟剛剛的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前面的空白數量 剛好是什麼呢 有沒有 12個空白 加1顆心 所以呢 在下一個的話應該是什麼 11個空白 加2顆心 所以加1顆心 所以加1嘛 那這邊的話呢 是加2 所以它好像有一個規則耶 有沒有 它的規則就是 它的空白 跟它的心號加在一起 一定是13 有沒有 所以最下面這邊應該是13顆心嘛 所以理論上是沒有空白 OK 那這樣要怎麼做 那順便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來講一下有關 這個心號輸出空白的範例 那這裡的話呢 寫法其實 其實 待會請各位一樣 開一個新的 module 那這個 module 你們試試看好了 比如說你說要輸出心號 那怎麼輸 那總不可能說 叫你們直接用print 那print的話呢 當然你要輸出心號的話 當然一顆心嘛 那你 那目前那你輸出一顆心 OK 這邊一顆心 那你說老師那我要兩顆心 兩顆心的話 這邊總不可能叫你們自己在這邊 兩顆心 輸出兩顆心 兩顆心 三顆心 四顆 那總不可能叫你寫13行 那這樣太 那幹嘛不寫成四 直接自己畫就好 所以理論上不是這樣的 那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樣可以寫個回圈 自己輸出 所以這裡的話 就會關係到有一個 特別的寫法 就是說呢 你在字串後面加一個乘號 乘以什麼呢 乘以13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寫成這樣 那你就想說 是這個寫法好怪喔 這個明明是文字啊 文字你怎麼可以用運算乘號 有點像是一個文字乘上12 那這不合理啊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種寫法在拍上是可以被執行的 他利用這樣的方式指的是什麼 如果以後你看到一個文字 後面加一個乘以一個數字的話 這個意思就是repeat的意思 意思就是幫你重複那個文字幾次的意思 這個還蠻妙 有點像是那個Excel裡面的 有一個函數叫repeat rept 重複幾次的意思 所以如果假設我把這邊 我寫成這樣有沒有 乘上13對不對 執行會怎麼樣會不會錯 好像沒有錯喔 他就輸出了 意思就是幫你輸出什麼 13顆星 13好像太多了 我先輸出3顆星算了 3個執行 有沒有看到 所以喔 如果假如說 我要輸出1到13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 把這邊改成i 有沒有 那i的範圍就是1到13 所以我寫一個什麼 for i 那1到13的話就是in range 那範圍的話呢就跟他講說 我要從1幫我到13 應該多少 14嘛 特別注意喔 13是停下來 如果你1到13那就變12了 記得要13的下一個數字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冒號 結束符號一定要 那記得喔 print的地方 請記得喔 一定要縮排 這個縮排意思是說 它會在for的這個回圈裡面 被執行的意思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沒有縮排一定是錯誤的啦 OK 好那這樣程式寫完 我們來執行看看 有沒有 1到13顆了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要顛倒怎麼顛倒 我跟各位講喔 顛倒的話不就是什麼 先13再1嗎 如果先13再1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喔 你是可以從這邊動一點手腳 動什麼手腳呢 就是你這邊可以怎麼樣 13對不對 然後呢 到哪裡停下來 到1 欸你說不對 11 1不是1到1 應該1的下一個 那1的下一個應該有多少 0嘛 可是跟各位講喔 這邊你可能要多加一個逗點 為什麼 因為預設是越來越多 預設只是1喔 可是你現在是要越來越少 所以請問一下 在這裡你應該加多少 對 對負1嘛 用猜 這個很直覺的有沒有 負1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喔 欸我輸出的時候喔 我先從大的開始 然後呢 我下一個的話呢 我就用它減1嘛 OK 所以減1不就變12了 再減1變11嘛 那我到什麼地方停下來呢 到0的地方停下來 OK 0 所以0不會被執行 所以輸出到1喔 OK 13到… 欸剛剛好13到1 就是這樣寫 你試一下看看 當然啦 錯了也沒關係啦 你就改一下就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樣不就有一個 顛倒的一個 三角形輸出啦 OK 好 請各位試一下喔 待會兒的話想想看 如果呢 欸這個比較難一點點 我希望輸出的一個三角形 是能夠在前面增加空白 而這個空白的數量 跟星號加總的總數 一定是13 OK 所以12個空白加1顆星 11個空白加2顆星 那最下面那個是13顆星 就是沒有空白的意思 欸 那如果我要寫出 像這樣的一個 正向加空白的一個 三角形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 請各位試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